我是一彤 歡迎回來 接下來我們還要來關注的是 台中立委補選國民黨的候選人 顏寬恆 他家族位在南屯區的招待所 原本在今天就應該要全部拆除 不過呢 從12月7號開始動工 到今天你會發現 為什麼整個鋼筋 可以用毫髮無傷來形容 所以12月13號說好的要完全拆除 怎麼沒有做到呢 民進黨的對手林志穎儀就質疑說 市長盧秀燕 是不是對這個違建的主人太寬容了 不過顏寬恆今天也有回應 說尊重工班的進度 一切依法處理 而且他還說了 這一個多月以來 媒體對於他鋪天蓋地的抹黑報導 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還質疑NCC有沒有裝聾作樣 顏家位在台中南屯的招待所 圍牆上敲了六個洞 這六個洞從12月9號就敲開 到現在還是沒看到拆除工班的人意 招待所拆除進度嚴重落後 國民黨立委補選候選人 顏寬恆當時坐上怪手敲下第一塊磚 過了一星期卻只敲了六個洞 顏寬恆怎麼說 也看到了十三號市政府規定的拆除席線 對手民進黨候選人林靜怡質疑 市政府對違禁的立場似乎非常寬鬆 顏寬恆連日來遭到各界質疑 不過他拿出統計數據強調一個多月來七個電視政論節目每天以一小時以上的比重針對炒米粉違建議題攻擊他違反比例原則 也沒有任何查證 他痛批NCC做事不管 新聞倫理是否還存在 NCC這個主管機關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必要 好像很多政論節目也都有邀請他上節目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事實上他不是沒有機會沒有空間說清楚的 從招待所嫁起為禮到現在 整整過了十天 從外面完全看不到任何拆除進度 不光是政論節目談論也寬恆 連路過的民眾都議論紛紛 華視新聞 黃主任 張智君 林品新 台中報導